你去看直播就好了 但2021年底价金额合计只有81亿 比前两年还要低 就连T17 18两阶段开标 都省去投资计划 柯市长把这个保底规范取消 新光人寿得标的底价也低于三成 一向对企业很苛刻的柯文哲 为什么在那一年 突然佛心来着逆市场操作 对新光人寿这么的友善 今天是疫情期间 其实对厂商来说 都是一个很困难的选择 对外公告也是一样的 没有禁止任何来投标 地上全标的时候 没有办法突立特地厂商 这是非常明确的事情 黄珊珊反驳当时疫情 愿意投标的厂商有限 重要的是市库成功入障 但从市北科 台美段到金华城 柯文哲任内徒弟争议不断 蒋万安一句不用焦虑会调查 也让黄珊珊略有火气 张飞打月飞 这是同样的事情 标不出去就是要检讨 草商不需要就不会有人来标 那蒋市长不熟悉我可以理解 但是不要故意去 为了要做政治的操作 然后去扭曲 期限我们都已经在 请政风调好当中了 不满柯文哲任内突破保底机制 恐有土力财团之嫌 北市蓝绿议员携手 要查清楚是什么原因 让柯市府标准放到最低 三选人感觉我们现在也是小组 台报道